燕陽五月天站在戶外都快要中暑 台北37.4度再破今年最高溫 这也让今日下午2点的用电量 瞬间冲到3490.3万千瓦 再度打破五月用电量记录 灯号也来到橘灯 布置供电警戒18号下午 新北市新电又发生溃线跳脱 造成新电区华城3000多户停电 电杆上的加工线路或地下的线路 就叫做溃线 可能是树木碰触 或者是这个鸟兽 或者是这个被挖损三种状况 那用户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 它本身的不良 引起我的线路开关的跳脱 但近期溃线跳不停 也让民众对台电供电稳定性充满疑虑 而且还不到七八月用电高峰 恐怕供电情绪更是火上加油 用电量比较大的地区 它应该有比较粗的粗的溃线 那看起来是没有这个样子 闷热的天气还要忍受没有电的痛苦 学者更忧心 频繁的跳电会影响到制造业的生产 过去没有对不同的地区 在什么时候用电的状况 去了解 去做统计 台电这个资讯没有公开 不知道台电自己有没有这个资讯 去年815大停电 就是因为中油供气中断 导致大弹电厂大跳机 就怕频繁的跳电 将成为供电步入红灯的警讯 气温飙升 民众忧心也上升 就怕供电再出问题 连怒气也要飙升了 东三财新闻 滴滴黄蜂 台北不倒